做媽媽的不能爸爸做什麼事 就叫兒女要謝謝爸爸 做爸爸的也不可以 常常叫兒女要謝謝媽媽 不可以 那是西方人 為什麼? 西方人可以謝謝爸爸媽媽 為什麼中國人不可以? 中國人就是不可以 因為中國人知道謝就是謝完就沒有了 才叫謝 那個劍謝出去 劃射出去就沒有了 人家替你拿東西 謝謝他 就兩不相欠 人家拿一瓶水跟你 謝謝 兩不相欠 父母是屬於大恩 大恩是不言謝的 大恩一輩子都還不完 你謝謝謝謝以後就沒有了 那還得了 所以做媽媽的說謝謝爸爸 就是說以後不要祭你爸爸的恩惠 你已經謝過了 寄媽媽的就好 這個是很不好的一個 誘導方法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東西是我們自己亂掉了 因為我們那個根源沒有抓對 你是老闆的特助 總經理特別助理 我請問你 你會不會受到很大的困擾 就是員工的意見 常常要來提供給你 常常要請託你跟去總經理講些什麼事情 包括外面的人都會來請託你做事情 會不會 我問你會不會 你說不會啊 那我就知道你這個特別助理做得太差了 搞到人家連這個都不找你 你就知道你完蛋了 一個人有很多人來找你 就表示你做得很好 如果連找都不找你就知道你做得很差 假定有一個人他考機考得不滿意 他就告訴你 你跟老闆講一下 我的考機啊 冤枉 能不能改一改 重新考核一下 你怎麼辦 我問你 你怎麼辦 你說不行不行 以後他也不行不行 他跟你不來 不往來 你什麼情況都拿不到 你如果說好好好 老闆就懷疑你 你連這種事情都做 那你什麼不能做 對不對 你不能不做 你也不能做 怎麼樣這邊要決定 我當秘書當國人 人家請託我 我知道這次我做得很好 他才會請託我 所以我不能拒絕他 我拒絕他就等於拒絕以後 他跟我的往來 那我很慘 我孤立以後我就完了 我工作沒辦法推行 所以我就告訴他 你很了解我們老闆 他是不會改變 我沒拒絕我只是說他不會改變 但是我會去跟老闆講 我一定要先告訴他 老闆是不容易改變的 然後我才去跟老闆講 我說某人告訴我 他的考基他覺得有點委屈 我們要不要重新跟他檢驗一下 老闆一定問我一句話 是不是他拜託你 他一定問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理所必然 我說是 他是拜託我 但是我沒有答應他 我真的沒有答應他 他說你沒有答應他 你為什麼告訴我呢 這就是馬上問的 我說他請託我的時候 我告訴他老闆是不容易改變 非好讓他死訊 但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我應該讓你知道 你要不要我沒有意見 講得很清楚說 我把這個訊息傳達給你 我是公司 他委託我失事 我是沒有辦法 公司分明 老闆覺得那我們應該看一看 看完以後他覺得 這個是少了一點 很奇怪啊 人經常是這樣 然後本來一等等變成假等 那個人好高興啊 他跑來卸你 你說你卸我幹什麼 那是老闆改的又不是我改的 你去卸老闆 你這個人不得了 關於一定很同 因為所有人都相信你 我們的壞就是 老闆那邊你要討人情 這邊要討人情 到處討人情 記住我的話 人情不討人情永遠在 感谢观看